当我们回顾人生中的各种经历 难免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 有些人可能会因此而崩溃或沮丧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困难中看到 人生的另一面困难是人生的礼物 首先困难可以帮助我们成长 当我们面临挑战和困难时 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以适应新的环境和情况 这可以帮助我们发展新的技能和经验 从而让我们变得更强大和更有自信 正如李奥娜·多达芬奇曾说过 不要抱怨 不要诉苦 只要接受 其次困难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 当我们面临困难时 我们必须寻找内在的力量和资源来应对它们 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本质 价值观和优势 当我们充分认识自己时 我们会发现更多的能力和资源 从而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此外困难还可以让我们更加感恩 当我们经历困难时 我们会更加珍惜生命中其他美好的事物 例如家人朋友健康和自由 这可以让我们更加感激自己所拥有的 并对生活中的小事情感到满足和欣慰 最后困难也可以让我们更有同情心 当我们经历困难时 我们会更能理解他人的痛苦和挣扎 这可以让我们更加关心他人 并帮助他们作出困境 通过这样的经历 我们可以成为更加温暖 同情和慷慨的人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 然而当我们以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这些困难时 我们会发现 他们实际上是人生的理由 困难可以帮助我们成长 了解自己感恩生活和更有同情心 所以让我们以乐观的心态 去面对人生的挑战 因为它们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 感谢观看